第101集 林兰和李明云目光交流 心里都明白 老巫婆把明珠打发回老家 是为了什么 这理由还真是名正言顺 冠冕堂皇呀 明明是京都里待不下去了 灰溜溜地滚回老家的 李明云唇角一弯 起身附和道 祖母照顾大伯三叔 这些年了 怎么的也该轮到我们家了 父亲可是日日都盼着 能在祖母跟前尽孝的 好不容易把祖母给盼来 祖母却只住几个月 父亲该多失望呀 便是我们也极舍不得的 再说 外面那些不知情的 还道父亲不闲笑 让祖母待不下去了呢 岂不累积观生 几句话都说到 李敬贤心坎里去了 李敬贤叠声附和 明云说得极是 后年便是祖父七十民寿 到时候 大哥也当官了 咱们再一起回处州 替祖父办四十九天水路道场 好好风光一回 岂不是好 李敬贤又道 是是 这事儿 儿子早就考虑过了 到时候 把宗祠也重新修起一番 哈哈哈哈 李敬贤哈哈笑道 那时候回去 才叫荣归故里 风光无限 老太太从善如流 呵呵 那便再住些日子 只是 明珠一人回去 这路上 韩氏痛恨明云多管闲时 又不能发作 强作笑言道 母亲不必担心 媳妇让赵管事辛苦一趟 亲自送明珠回去 不会有事儿的 明泽担心地 看着低着头 一言不发的妹妹 心里叹息 先回去避避风头也好 等大家都把这件事淡忘了 再回来便是 回到洛霞斋 连来让玉蓉 替她卸了头事 便当 明珠若是走了 我还真觉得无趣 有这么个愚蠢又挑事的小姑 多有趣儿啊 留着这个惹是惊 时不时个应下老巫婆 多痛快呀 当真是舍不得 李敬韵闲闲地坐了下来 悠悠道 走是必须得走 只是却不能叫她走得这般容易 连南一正 回头问她 怎么说 李敬韵意味深长地笑道 哼 她每次闯祸 都是老巫婆替她瞒着 单着 她就不长记性 这次也是 老巫婆这么急着 打发她回老家 还不是怕父亲知道了 雷霆震怒 我觉得 姿势体大 该让父亲知道的 还是得让她知道 养不叫 父之过瘾 父亲也该尽尽她 做父亲的责任了 连南道 你想告诉父亲 哼 那用得着我去说 这事 父亲迟早会知道 我只是让父亲知道的时间 稍微提早 那么几天而已 李敬韵徐徐说道 哼 我还想明珠留下来 看老巫婆的好戏 到时候 他们娘俩一块回老家 路上也好做个伴 连南扑翅笑了起来 行呀 到时候 他们也好相互安慰一下 羽蓉眼睛一亮 试探道 二少奶奶 夫人真的快倒霉了 连南闭嘴笑道 那得看你们二少爷的本事了 李敬韵一派笃定地笑 等着吧 好戏就快开罗了 韩氏一边紧锣密鼓地安排明珠回老家 一边焦急地等待谷先生的消息 这日 城北一座半旧宅子里 孙先生急得六神无主 哎呀 谷先生 你这不是害我吗 这一阵子 我可是打听过了 皇家根本没参过山西的煤矿 宁王孙倒是开了矿 走的 却不是你这条道 这些 我可都还替你瞒着 只要赚到银子 这些都不是问题 可现在 你跟我说 夫人投的两座矿山 都是废矿 你叫我如何跟夫人交代 对面的谷先生 皱着眉头遗憾道 唉 你以为我想这样 我自己还掺了一股呢 这几年的积蓄 全赔进去了 我愿谁去 想罚大财 就得冒大风险 赚了 是你运气好 赔了 也是你的命 谁知道这煤矿层这般浅 还就那么一丁点 孙先生一拉袖子 摆出了无赖架势 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弄不好 是要吃官司的 你亏不亏的 我可不管 当初是你跟我打包票 说什么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才在夫人面前怂恿的 你得想办法 把这钱吐出来 要不然 夫人一定拿你去见官 古先生抬起头 盯着想耍横的孙先生扮上 吃得笑了一声 鸡笑道 哼 我说孙先生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就意味着稳赚不赔 您好歹也念过书吧 孙先生被堵了一下 随即道 那皇家和你王孙的事 怎么解释 古先生不慌不忙道 我提了皇家 和你王孙了吗 孙先生再度被掖道 指着古先生 大着舌头道 你 你 你这是想耍赖不成 古先生慢慢起身 走到孙先生身边 拍拍孙先生的肩膀 让他坐下 慢吞吞挡 哼 孙老弟 事情变成这样 谁也不想 我亏了 夫人也亏了 但是孙老弟 您可一点没亏啊 不是吗 孙先生面上一僵 神色惊疑不定 我古某 反正是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夫人若是硬要 拉我去见官 我也不怕 开矿所需的一应文碟 我都背得齐齐的 夫人参谷 也是心甘情愿 按过手印的 想告我行骗 没那么容易 再说了 我若是倒了煤 对你有什么好处 难道 你要把到手的银子 都吐出来 让你的妻儿老母 从新宅子里搬出去 天津桂花巷 二进的小院子 比原来的破瓦房 可是舒适多了 古先生一喜话 让孙先生更加惊讶 惶惑地看着古先生 你 你怎吃 古先生朗生一笑 别忘了 我曾做过曹帮的事业 不敢说兄弟变天下 不过 若是想知道点什么事 还是容易的 孙先生面色发白 坐不住了 腾得站起来 你想怎样 古先生失忆他坐下来 笑容温和 神色 却是犀利 透着明赫赫的威胁之意 孙老弟稍安勿躁 我只是希望你明白 夫人若是知道 你从中得了这若干好处 他还能信你 说不定还以为 是咱们俩合起伙来骗他 我这个外人固然可恶 你这个家贼 更是不可饶恕 所以呀 咱们如今 是一条船上的人 翻了船 谁也跑不了 孙先生痛苦地抱着头 沉默良久 哑着嗓子问道 那你说 该怎么办 古先生淡淡一笑 缓缓荡 哼 只需你好好与我配合 这事不难解决 李家官打家也打 亏这点银子 小意思 事后 你还照样住你的新宅子 开你的杂货铺 孙先生斟酌再三 倒了手的银子 他可不想再吐出来 反正李家多的是产业 亏不死他们 孙先生目光一脸 拍案决然道 好 一切都听你的 韩氏和江满满 姚满满 一道在库房里 给大老爷挑选贺礼 夫人 老奴觉得 这匹暗花螺 挺合适的 江满满抱了一匹 褶色的暗花螺来 韩氏摸摸料子 叹道 这本是给老爷留的 罢了 天上吧 再把那匹装花螺 一并烧上 送给大伯母 杨妈妈赶紧命人 把两匹布料都抱出来 在库房物品出入 登记册上记下 姜妈 你再挑上两匹 不用的段子 我记得还有两幅 脆纱杖子 也一并烧上 再加上一对玉如意 算是送给于家的聘礼 韩氏极不情愿地吩咐道 若不是老太太一再盯住 她才懒得 给那个贱货准备聘礼 姜妈妈和姚妈妈 对望一眼 姜妈妈抬了抬下巴 给姚妈妈使眼色 姚妈妈又去挑了 两匹去年剩下的颈段 春信来报 说 孙先生求见 韩氏神思一领 说 姚妈 你赶紧把东西准备好了 姜妈 你随我去花厅 韩氏急急来到花厅 见到孙先生 把谷先生带来了 先是一喜 可看着谷先生一脸愁苦 上次来送红利时 他可是一脸喜色 韩氏不禁心里一沉 目光转向孙先生 孙先生闪烁着 低下了头 韩氏更是不安 谷先生向前行礼 见过李夫人 韩氏开门见山 单刀直入 谷先生 山西那边一切太平吧 这几天 叫孙先生去打听 他什么消息也打听不到 把他气得够呛 又不敢有大动作 生怕老爷知道 愁得他 吃不下 睡不着 人都老了一大截 老太太还以为 他在为于莲的事 闹情绪 一再劝解他 要想开点 他现在哪有心情 管于见人的破事 谷先生面有难色 李夫人 这事 谷某真不知 该如何开口 韩氏只觉手脚发凉 声音都打着岔 你直说便是 这段时间 他想了很多 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就算被谷先生骗了 血本无归 但是今天谷先生 能站在这里 骗局的可能性 应该可以排除 剩下的可能性 就是他参谷的矿山 不那么赚钱 一时半会儿 回不了本 甚至会亏一点 没关系 这些他都能接受 可是 如意算盘落空的滋味 实在不好受 李夫人 这矿山 当初谷某是亲自去看过的 出的霉 成色极好 且是在浅层 容易挖掘 大家都说 这座山 是能挣大钱的 确实头两个月 是挣了不少银子 可是 挖到底下 尽是些费时 霉渣少得可怜 谷某不甘心 命人继续伸瓦 还是 一样的情形 古先生 抱歉道 那另一座矿山呢 韩世急问道 古先生摇头叹息 这两座矿山 是连在一起的 情形 都一样 韩世半晌回不过神来 心慌道 那你的意思是 赚不了银子了 那本钱呢 本钱能回来吗 古先生再度摇头 只怕是难 江妈妈急道 可你当初不是说 这两座矿山 都是极好的 一定能赚钱 古先生惭愧道 暗场里 是如此 可是连当地有经验的矿工 都看走了眼 我也是有苦说不出啊 毕竟这东西 埋在地下 咱们又没那透视眼 看不见不是 这开矿山 本来就是风险极大 开对了 就是挖到做金山 开不对 就是一堆废石 韩世坐在那儿 浑身发冷 摇摇欲坠 撑了这么多日 本就已经心里憔悴 这一下 真有点承受不住 气息起伏了几个回合 韩世强下出心中的失望和焦虑 目光如炬 审视着古先生 冷声问道 当初你说 黄家也入了谷 可据我所知 黄家并不知此事 你要做何解释 古先生故作惊讶道 难怪黄家夫人 责怪我口风不言 哎呀 李夫人呢 您怎好去问黄夫人 当初我可是答应她 绝不将此事外传的 是看您确实有心 想入谷又犹豫不决 才道出黄家 让您安安心 韩世怀疑道 是吗 我们这么多银子 交在你手上 现在你一句话 银子没了 赚不了了 这事难道就这么算了 你让我们心里怎么想 古先生打断道 李夫人 古某知道 这事让夫人很失望 不瞒李夫人 在来李府之前 古某已经去过黄家 和另一位东建府上 对这件事做了交代 当初古某就说过 这事不能包园 是有风险的 你们若是不信 每家只管派出 最可信的人 随古某去一趟山西 看看便知 古某是不是在 诱骗你们 韩世强作镇定 你倒我不敢吗 我这边让人联络黄家 一起去山西 看看究竟 李夫人 联络一事 古某还是劝李夫人 打消这个念头 投资矿山 需要多少本钱 您是知道的 您两座矿山 一座占了两成 一座占了三成 他们下的本钱 可比您多多了 你们若是商骨之家 没关系 随便嚷嚷都行 可你们偏巧都是官家 几位老爷 又是身兼要职 就凭那么点俸禄 哪有那么多银子去开矿 当然 古某是知道 李夫人的银子来得清白 李家那么多产业 这么多年积蓄下来 这点银子 还不是小意思 可御史台的人 不会这么想 外边的老百姓 不会这么想 到时候惹出点闲话 只怕对几位官老爷不利 古某是肺腑之言 还请李夫人三思 皇家那边 是再三嘱咐 不得宣扬出去 还有另一户 地位更显赫的 更是胁迫古某 要是露出一心半点口风 就要摘了古某这颗脑袋 夫人 您参古的事 古某可是跟谁也没有提起过 当然 如果李大人不介意的话 古某也没意见 古先生诚恳说道 这话 是中了韩氏的要害 一百多万两银子 说出去谁信 你这银子是清白得来的 若是实话实说 传出去 李家借印子钱去投资煤矿 结果亏得一塌糊涂 只怕他还没愁死 老爷就会把他给掐死了 韩氏态度缓和下来 毕竟现在主动权 掌握在古先生手上 怎样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才是关键 古先生 我也不是信不过你 实话跟你说 我家老爷为官清廉 就是靠着以前置办下来的几处产业 还有点镜像 这次投资矿山 已是用掉了所有积蓄 还大部分是借的 古先生 我这确实有难处 你看 能不能想想办法 我实在是亏不起呀 韩氏低声下气道 古先生心里冷笑 这个婆娘刚才威胁不成 现在又来装可怜了 李家的底细 她是一清二楚 不需要她来说明 原本就不是她的银子 哭什么穷 装什么可怜呀 绿夫人 不是古某不想帮您 这事实在不好办 古某古迹啊 就算挖穿了地点 这产处还不够付人工费的 古先生苦笑道 韩氏面色发青 用力咬着牙死撑着 才没瘫倒 颤声道 那可如何是好 那些银子 就这样打了水漂 古先生面色也不好看 叹了口气 韩氏深吸了口气 态度坚决的 古先生 我家的情形 已经跟你直说了 我现在不要求 能赚多少银子 但这本钱 我必须要回来 要不然我便是豁出脸面不要 也要与你打官司 当初你可是说的千般好 万般好 我才信了你 古先生震了震 鼻子里哼出一声不懈的笑来 哼 李夫人 您是想告古某欺诈 韩氏冷声道 到时候一切 让官府来定夺 孙先生急了 想开口劝夫人 被古先生眼神置住 古先生从容道 李夫人 做生意本就有亏有赚 您若是想做稳赚不赔的生意 这天底下 怕是难找 当初古某就有言在先 这事有一定的风险 是谁说 富贵险中求 入股的合约是您亲自签的 手印是您自个儿按的 古某可曾胁迫了您 开矿的文书 您手上也有一份 您可以拿去官府验证 是不是伪造的 古某截然一身 无名小租一个 怕什么呀 夫人要不要告官 请自便 古某保证随传随到 孙先生知道 古某何处落脚 姜妈妈见两人闹僵了 忙来转还 古先生 我家夫人也是一时情急 告官能有什么用啊 能让废矿变成金矿不成 大家还是坐下来 好好商量商量 看怎么把损失 降到最小才是 孙先生忙打哈哈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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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法总会有的 还是一记眼刀飞过去 办法会有的 你哄三岁小孩呢 都成废矿了 还有什么办法 姜妈妈见古先生 神色缓和下来 又道 古先生啊 难道一点剩余的银子都没了吗 古先生道 包矿山 差不多已经去了七成 还要打点关系 雇佣矿工 运送煤炭 已经所剩无几 古先生说着 掏出一本账册 交给姜妈妈 所有开支上面都有记录 李夫人一看便知 姜妈妈接了账册 又转交给夫人 笑得十分温和 古先生啊 我们李家的情形 与别家不同 别人家这点银子 亏了也不打紧 可我们李家亏不起呀 古先生 您看 能不能剩下的银子 都远给我们李家 韩氏也是屏住呼吸 迫切地望着古先生 世财他也是软硬兼施 可都叫古先生 搏得无话可说 人家是走江湖出身的 水里来火里去 见惯了世面 真要比谁更能豁出去 他绝对是输家 姜妈妈这番提议 让他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哪怕是二十万两 不 有十万两银子 也是好的呀 那一词